字幕組成員 過去這五年的時間 我覺得最令我難忘的 是我們最自製的時間 所有事情是自己錄 自己在家錄,自己拍 然後自己剪 我覺得那段時間是最簡易和自由的 很多人都覺得 為何Robin和Candy隔了這麼久 出來的第一首歌 是一首這麼暗的符摺石 其實我覺得這首歌 好像真的記錄了 我們在浮沉期的各種情緒 其實Robin和Candy真的不僅是小青生 那麼簡單 我們可以有很多可能性 也有些人會問我們 你們的符摺歌好像比較多人聽 符摺歌確實是我們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們不會平氣這件事 但我們希望這兩方面 都可以得到一個平衡 所以其實我… 我現在是不介意別人說 符摺歌比較多人聽 因為我們的目標自己很清楚 從網上的影片都得到不同的獎 或者出不同的唱片 接著《中國好聲音》 背後我們真的經歷過 很多不同的迷惘期 很多不同的挑戰 特別是《好聲音》那期 我覺得真的很累 心裡突然覺得 我們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還有原來世界這麼大 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上 我們停滯下來的那一年 可能大家覺得我們不見了 但是對我來說,這一年很重要 很慶幸可以找回一些滋音的朋友 或者喜歡聽我們的人 有一段時間我忘記了 原來有人喜歡聽我們的歌 真的,有人喜歡聽我們的歌 沒用到自己的歌 所以要經常提醒自己 這些東西就是我們可以這件事 這些東西就是可以在捉緊 然後繼續向前的動力 我們接下來會在這裡 伊麗莎白體育館 舉行我們第一個大型的音樂會 主題就是Reflection 希望透過Reflection這個演唱會 回顧我們Robin和Candy 過去五年的音樂路 積極的歌 我們要來自我 晚走 回顧我們 我們 şey說 我們要不要一件事 我們想說